不认识您 我可认识您啊 您就是在我们家做过保姆的 本事 你是 我是奎源 奎源啊 你是奎源 设工程师儿子 设奎源 对呀 是我呀 十九岁那年 我得了一种恶疮 浑身貌能 体污顽浮 哪儿都治不了 就等死了 是您 用祖传秘方 配置成了一种熏耀 把我救过来的 认出来了 是你 关婶啊 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可找到您了 你找得好啊 你带兵闯入我家搜查 就这么来报恩 关婶 我来大理书镇时间短 不知道这就是您的家 冒犯了 温女士 传我的命令 全都撤 撤回去 唐总 咱们就这么撤了 这是我的救命恩人 关婶 我能在她家里折腾吗 撤 都抄去 撤 撤 好 关婶啊 今日公公忙 改日再来拜见您 你不必客气了 不 关婶 我一定正式地来拜见您 我先走了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娘 娘啊 你救过社团长的命啊 哎呀 娘啊 你可真了不起呀 你太厉害了 这可太好太好了 你咋的了 像打鸡血似的 娘啊 你是不知道啊 你等着啊 关婶 伤员明明在关家 为了报恩 您真的就不收了 我对参谋长的 我能为了报恩 就不抓游击队了 哎呀 咱娘救过大黎树镇守备团团长 舍魁员的命啊 哎呀 娘就算救过她的命 直到你这么兴奋 大哥呀 能不兴奋吗 我有那么句话吗 挨着大树好成梁吗 以后 舍魁员就是咱们家的大树了 什么大树啊 歪脖子树 大哥 你傻呀 有多少人想攀这个高枝 他都攀不上啊 你知道不 我不傻 你攀舍魁员这个高枝 有啥好处啊 你没看到现在国民党 正跟共产党终着天下 这将来的天下是谁的 还不好说呢 哎呀 那还用问呢 那那肯定是国民党的呗 去年秋天 你望没有大哥 共产党那部队过来 那那那穿不像 穿戴不像戴 那用的那头啥武器啊 你看人家 守卫团那个那个那个装备 大眼帽 高筒靴 那走道都咔咔的 就人家那好情好炮 你谁能干过人家 那很难说 俗话不是说得好吗 得民心者得天下 那 lya 你 保家 老大大还挺懂啊 谢谢关大娘 王先生 你们都是游戒的 是 我是证尾 你们家老三是队长 三冬就是队长 队长是啥呀 队长就是管我们游击队的官 三叔还是个官 他不是跟我们说 他去官里做买卖了吗 看来他是把咱们都骗了 三叔太厉害了 三叔在家那会儿啊 就教我识字 讲什么都头头十道 要不能在游击队当队长 三叔就是脸 不要脸 那是你三叔吗 那是我三叔 干啥呀 说错了 三星 你这眼睛是装的吧 谁 谁说的 你容易回不来你知道吗 三星啊 就是装的 我早就看出来了 他是不愿意嫁给魏佳英 还是奶奶厉害 活神仙 魏佳英多好 王正伟在咱家的事啊 谁都不能说 杏啊 杏啊 特别是你爹太不担事了 他要是知道了 姓舍的呀 一来他废荒的不可 是 我爹的确有这毛病 奶奶 站住 站住 干嘛呀 我给奶奶送银二汤 给我就行了 走吧 等会儿 以后进我屋得敲门 听见没啊 听见了 一点规矩都把门带上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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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了 你别碰着那腿 没事吧 没事 关大家 我 我还是走吧 别别别 别连累你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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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怕你连累我们 再说了 大白天不能走 老三哪 安排大明把你送来了 他一定会来找你 累说走 也不迟 谢谢关大娘 谢啥呀 王先生 你是教书的人 说去本行 为了老百姓打天下 我佩服 我老太太呀 干不了什么大事 做的能做的事应该的 大明啊 上门外看着点啊 谁也别让气来 都没看见你啊 这扎里红可好吃了 你吃不吃 不吃 干啥呢 大明哥 看景呢 那我陪你一起看 这景俩人看啊 就不美了 大明哥 人家给你吃熊 就换不回你一斗啊 大洋 你要是能算这么清楚啊 你去前院凉战 你帮人卖凉去好不好 你哥没时间 跟你在这儿闲聊天 听大命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心里咋想的 咋想 不是 你 干啥 你以为山姓 从坊上掉下来 摔成斗鸡眼了 你就有机会了 是不是 我告诉你吧 龙配龙 凤配凤 套子老婆会打洞 一看山姓喜欢你 老关家绝不可能 把山姓许给你 大洋 哥呢 也得感谢你啊 你说你为我这个事 他操多少心啊 但这点事我又想不明白 这么多年高烂米 我不白吃了 想明白了你还 我还傻 你还不对我那傻点 来来来 大洋 咱俩呢 是啥 是个脚不合鞋 鞋呀 不合脚 是咱俩不合适 哪不合适啊 咱俩都是穷人 你是伙计 我是庸人 站起来一边高 蹲起一边起 谁也别嫌弃谁 我虽说长得不好看 但是好看能当饭吃吗 不能 丑其禁地价珠宝 我是不是宝 宝 宝宝宝 你肯定是宝 宝大鸭 大宝鸭 大鸭宝 哥有事 真的 你该忙你忙去买了 你快你该忙什么忙去买了 丁大鸭 你这是在应付我 我告诉你 别以为没人喜欢我 到时候你这宝要是跟别人好了 你可别后悔 我尽量不后悔呀 你干什么去啊 我去看陈庆 你不能去看陈庆 我跟你说 陈庆现在身体不舒服 你不能去 大鸭你怎么不听话呢你 我告诉你啊 我今儿就不让你过了 我就不信这个劲了 我今儿非过不可 你过个试试 大鸭呀 你说我给陈庆探眼睛的 你们在外面闹啥呀 赶紧回屋去 我知道了奶奶 我不进去了 让大面进来 大面进来有事 奶奶你叫我啊 王正伟呀在山西这个屋不安全 你想办法给他换个安全的住处 安全的住处 要是没人的时候 你就把王正伟送到两库里去 小王 去之前先去看看 别里面有人 用你说 那我去了奶奶 丁大面 好好干啊 我三叔要是满意了 给你生个一官半职 一官半职 什么官 机关啊 什么纸啊 烧纸啊 你看他 不是打就是骂的 打是亲骂是哀嘛 那行 那行 奶 谁跟他打是亲骂是哀呀 见他就烦 你呀 心里想的什么 我全知道 行了 不爱嫁了 我也嫁了 你自己说了算吧 我才发现啊 奶奶 你真是我亲的 那以前 我是你后奶奶了 没有啊 啥丫头 团队 你的眼力可还真行啊 这老太太变化挺大的 你还能把她给认出来 老太太在我们家住了六年 对我非常好 又救过我的命 我怎么能认不住她来 可就是 没有想到 能在大骊书镇这个地方 遇到她老人家 在那种情况下 你能让部下撤出来不馊了 也算是给足了老太太面子了 做人要讲究嘛 那老人家的面子是一定要给的 我之所以不搜 一方面是 不想伤害恩人的感情 再一方面就是 要放长线 调答应 顺着这个线索 找到游击队的老沃 一起消灭他们 我已经通知了特务队的调队长 让他在关家四周设了埋伏 一旦伤员要逃走 或者有人来救伤员 我们就可以 顺藤摸瓜了 团总 我有点不明白啊 您说上风派咱们这样一个团 来到大骊书镇驻扎 难道就是为了守住这个铁路和隧道 对啊 就是守住铁路和隧道 这是一个交通要道 如果游击队把隧道和铁路桥给毁了 那么粮食 钢铁 汽油等重要战略物资 就运不到沈阳了 仗一旦打起来 前线就要吃紧了 我有点不应该问啊 您说上风派咱们来到这里 是不是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 那就真没有了 就是守桥守隧道 刚才上风还来了电话 把我一顿训 让我们尽快修复铁路桥 我现在的幸福大换 就是山上的游击队和土匪 你总来导货 工层部长 你把官家那个老二 还有向我们报告线索的那个年轻人 给我找来 好 headed 唢 月 unemployment 前院有四蛋莲 你咋来了 奶奶啊 让我来看看你 缺点啥 我缺啥 王政委 你这腿咋样了 管大娘上完药好多了 王政委 你要缺点啥 需要啥 你就跟我说 不缺啥了 那我先走了 好 大娘 问你个事呗 你 你说 你为啥救我呀 为啥救你 我三叔让我救你的 那再说了 你是共产党的游击队 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 你小子 懂得道理还挺多呀 说得对吗 对 对 去年秋天的 咱们镇子上 来过共产党 还在关家大院住过呢 我是听他们说的 共产党 是穷武大众的党 领导穷人 翻身过上好日子了 还有啊 共产党的军队啊 它对穷人都可好了 就算进你家喝口水 那都客客气气的 不像那守备团 一个个山猫野兽了 欺难霸击 伸手就罢了 张嘴不罢了 还有 我哥 我哥就是 让他们拉着壮丁 当炮灰死了 我从小就没爹没娘 我哥把我养大的 我哥走的时候 拉着我的手说 说大命啊 你等哥回来 我哥 再没回来过 我养死那些活动员 我养死那些活动员 明白了 坚强些大命啊 没事 这事都过上好洋时间了 对了 王正伟 我刚才出去转了一圈 我发现官家导演旁边 多了好多特务 这么说 我现在出不去 官队长也进不了院了 可不是吗 这可怎么办呢 得 得想个办法啊 龙正伟 我是这么想的啊 回去也是养着 莫不如在这儿养好了 那养好了以后 我送你回去吧 我怕连累官家大院的人呢 这也没事 你放心 这个地儿啊 是当年官家大院 为了防土匪 挖的密室 没几个人知道 就算他们来查 也查不到这个地儿 王正伟 你啊 就好好在这儿养伤啊 就好好在这儿养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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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我 那个送饭的时候再来看 啊 谢谢你啊 大明 王正伟 你就别说戏了啊 我走了啊 来 小心点 我走了 嫂子 你来干啥来了 我来拿点小豆 中午做红豆饭 你看见什么呗 我没看见啥 你叫什么名字啊 在下姓官 名是才 你是官婶什么人 儿子 我娘有三个儿子 我行二 是您救命恩人的儿子 现在在哪里听差啊 我在镇上警察所听差 你 愿意为守备团效劳吗 非常非常愿意 很好 现在有一个升官发财的机会 你愿意干吗 听从长官吩咐 你家里藏着一个游击队的伤员 没有没有没有 团作一定是误会的 一定是误会的 我没有误会 我是给你娘留个面子 才没有把伤员搜出来 现在我把这个柴石交给你 你把它找出来 盯住它 看它都和什么人接触 任务完成了 那我会奖赏你 或者给你个一官班职 团作放心 只要伤员藏在我家 我就是挖地三尺 也把它找出来 为了你方便工作 我把你调到特务队去 你愿意吗 听从长官调遣 好 你现在就去找特务队的 调队长报到吧 是 团子 我去特务队 就是一个小特务啊 你还要干什么 我说团作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 要跟我弄个一官半职的吗 就是 一官弄不上 咋也得弄个半职吧 我是说你把伤员找到了 我有可能给你个一官半职 你听不懂人话吗 听懂了 听懂了 来 老大 喂 有事啊 你今儿是不是看见王先生了 看见了 早了 王先生在关家大院这事 你谁也不能告诉 就算我哥活着 也不能跟他说 那我问你 那我问你 那个王先生是不是守备团要搜的那个伤员 那我明白了 曹操 你从今儿起啊 做饭多做一个人的份 留出来 我倒是给王先生送的 冬姐知道吗 冬姐不知道的事 得瞒着他 知道了 行 我走了 山星那个眼睛真摔坏了吗 没有 他是装的 没摔坏啊 咋的了 没摔坏你嗨上了 你傻呀 山星要是一点毛病没有 他能嫁给你吗 他要是真摔成个斗鸡眼 没准才还能捡个便宜呢 早了 看你说着话 那人家是谁呀 那叫千金大小姐 我是谁呀 我一臭长工 这便宜咋捡也不会让我捡着 你别说他摔成斗鸡眼 他就摔成蛤蟆眼 他也不会嫁给我 你少装糊涂啊 我早就看出来了 山象对你有意思 只是你不敢我那样想法了 有句话咋说了 那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早了 我觉得那癞蛤蟆 肯定是个傻癞蛤蟆 想点啥不好 想吃天鹅肉 行了 也别跟我说这些好听 你说多了 我容易晚上睡不着觉 早了 你记住那事 走了 跟他哥一样啊 心眼太熟了 心眼太熟了 叶佳盈 你上这儿干啥 管我干啥 小子说话挺横啊 是不是我娶了白莉花 你心里不舒服 白莉花真是瞎了眼啊 怎么就嫁给你啊 要不我把他还给你 我要知道他是个活僵尸 天天晚上跟死人似的 白给我都不要 那你可怪不得人白莉花了 什么样的女人跟了你 都得冰成僵尸 你小子敢埋怠我 你信不信我揍你 手背团门口 来啊 来啊 长官 冯才门长 干什么呢你们两个 公鸡斗战呢 没有 没有 这闹着玩意呢 你 跟我进去 是 你 快快 来来 这小子来干啥来了 大小姐 你干嘛呀 跑 你跑 你咋子还生我气呢 那你拿英勋我那账 我还没给你算 你好好嘞 行行行行 你要真生我气啊 这样 你 你 你打我两抱呢 你消消气 真让我打啊 我真让你打 你说的啊 我说的 一 二 三 二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打我 你就那么想让我嫁给魏佳英啊 不是 你嫁不嫁魏佳英 她跟我没什么关系 少扯毒的 好好说话啊 那你说 你不想嫁给魏佳英 你想嫁给谁 我想嫁给你呀 咋的 你也逗劲啊 大小姐 你就别忽悠我了啊 你容易给我忽悠仇了 咋忽悠我 不是 你说 你是谁 我是谁啊 那我就是河边的狗尾巴草 你呢 你是那后花园里的牡丹花啊 你说你那后花园 你养不下我 我那河边栽不了你 咱俩不是一类人 丁大觅 你这做人咋就没点志向呢 我倒是享有志向啊 你说我们穷人家的孩子 得知道看米下锅 不知道别人的邪有多大 但知道自个儿的脚有多大 我娘说了啊 这不贴谱的事 你就千万别想 所以你就别在这儿忽悠我了 你忽悠多了 我容易相信啊 行了 我就跟你开个玩笑 你还当真了哈 我告诉你 我就是架苍蝇 架蚊子 架癞蛤蟆 我也不会嫁给你 行了 你也别难为自个儿了啊 架苍蝇 架蚊子 架癞蛤蟆 那你还不如嫁给魏佳婴 臭臭啊你 过来 跟你说点真几事 那你别打我啊 不打你 赶紧的 啥事 你把王先生藏哪儿了 王先生 梁库里啊 具体位置 具体位置 我不能说 王八蛋 你跟我 你还保密啊 不是我想跟你保密的 是奶奶说了 谁也不能告诉我 熊样 保密吧 你说保密 你生气了 我就生气了 你怎么办啊 你生气了 我也没办法 老总啊 我们家都是好人哪 都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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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好人哪 不是好人 娘 娘 娘 我 家姨 你怎么这事打扮呢 怎么了 你在哪儿借的呀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是要杀头的呀 你赶紧还给人家家 娘 娘 你干吗 还给人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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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还给人家家 我已经是手机团了 爹 老总啊 有话你跟我说 你跟我说 爹 老总 老总 你 爹 爹 是我 爹 你个狗崽子 你爹 那胆子差点给我吓破了 你爹 看我爹那点胆 我爹 你穿了这身皮 谁看着谁不害怕 就是 你不是说 守备团的人不会要我吗 看见了没有 我现在 正式告诉你们 我 就是守备团 奢团长的副官了 那你不成狗腿子了吗 这里老百姓 都跟守备团叫黄狗赃势 啥黄狗绿狗的 看见没有 就这个 才能替我们老魏家 洗刷耻辱 报仇血恨 呀呀呀 赵三龙烧我们家酒厂这仇 我报定了 还有 从今往后 谁敢欺负你们老两口 没事 我就一枪崩了他 五十二东西 不能随便杀人哪 爸 不不 他爹呀 你说孩子当的什么副官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我看 不是什么好事 我的妈呀 我这心 灯气都这儿累了都 儿子 你这是干啥呀 我现在是守备团的人 那我的吃住现在就得在兵营了 那 那从今往后你就不回来住了 放心 我会常回来看您的 敬礼 走了 说走就走啊 孩子大了不由矮 别说啊 这身金装一穿上 还真有点爷们气呢 谁啊 谁啊 我 二叔 二叔 你咋来了 没事 我过来看看 二叔 你不当警察 改行了 不当了 改行 当特务了 当的警察有啥意思 连个枪都没有 看上 枪都配上来 师傅 那你现在是小特务了 现在是小特务 将来就是大特务 你喝茶不 不是 喝啥呢 山下 你这眼睛真摔成抖鸡眼 回不来了 你说咋办 回不来了 你说咋办啊 哎呀 可怜我这大侄女啊 你说长得漂漂亮亮的 竟摔成个斗鸡眼 这以后 可真的不好找男人了 二叔 你跑我屋来这 又踢又翻的 你找啥呢 不找啥呢 你说 像我这样 这以后找不着男人 那我找丁大命成不成啊 你呀 就死了那个心吧 你爹宁可把你剁了喂鸭子 都不可能让你嫁给那个丁大命 你 哎 哎 二叔 你是不是怀疑丁大病藏我这呢 借他俩胆 哎 哎呀 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 你干啥你干啥 我看看你这柜里有啥 我这柜子里都是姑娘家的东西 不能乱翻 我是你长辈 我我看看怕啥去 你呀 你是个长辈 就跟你年有个长辈的样子了 你说哪有长辈跑到织女房间里乱翻的 像个长辈吗 我 我翻翻你柜我就不像长辈了 对 就不让你翻 你要不让我看 说明你这柜里边就有鬼 鬼都在坟里呢 哪儿来的鬼啊 去去去 找啥呢你 找啥呢 找人没 跟你说话呢 咋不说话呢 跟你说话呢 小山姓你再跟我捣乱 你别说我真对你不客气了 这啥 枪 真的假的呀 这不是逗小孩的玩具吧 什么逗小孩的玩具 这就是真的 别勾我啊 勾我就想了 这个山姓啊 这倔脾气 我真是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 等她眼睛好了的吧 我看她是装的 那斗鸡眼 装一时半会儿还行 装那么长时候 你能装得住啊 冬家 奶奶 不好了 二冬家跟山姓吵起来了 二冬家都动枪了 赶紧去看看 是真的吗 啥假的 这都是真的 啥假的 我告诉你 这把鸡头搬起来 这是搬鸡 一扣搬鸡就响 搬鸡一扣就响 让我试试 我看 别勾啊 你勾不响了 这就是搬鸡 不是 别勾 别勾 一勾就响了 里边有实战 我就要试试 你妈呀 小虎仔 你真好玩了 这比放鸡还好玩 这干啥呢 老师 你这把枪给他玩啊 我 我给他啥枪 我给他枪 我给你穿小山姓 没你这么胡闹的 你还说孩子 你这个当二叔的 有啥大不了的事啊 你跟孩子动枪 娘 我没跟他动枪 我就是拿出那摆弄摆弄 完了就让他抢去了 当当放好几枪 你进这屋干啥 就是啊 你进我屋干啥 进来以后一通乱翻 我帮他翻 他就掏枪下火 这枪是哪儿来的 那个社团长提拔我 把我调到特务队来 这特务队给发的 皮也换了 你看 这事是不是挺带劲的 你脚子挺荣耀的是吧 那当然荣耀了 这社团长对我的器重啊 不是 娘 你 你在打我啊 我真后悔生下来没把你掐死 你小的时候就偷鸡魔狗 长大了也不务正业 你抽大眼耍钱 娶个媳妇 你不好好过日子 你还去逛窑子 娘 是不是白丽华又上你跟前 告我刁状了 还用她告吗 我眼睛不瞎 我能看着 我告诉你啊 赶快把这张皮给我扒了 把枪还给社团员 你要是赶给守备团当特务 你就给我冲官家滚出去 我认你这个儿子 好好 我听你呢 一会儿我把这皮也扒了 把枪也送回去给社团长 老二 你上山西这屋翻查来了 我 我找邮局队伤员 谁说邮局队伤员藏咱家了 我娘那个救的那个社团长 她说的 她说咱们家藏着伤员 为啥她不亲自把伤员抓走啊 娘 她说你呀是她的救命恩人 她不好意思在你面前动应的 有时候怕伤了感情 就叫你来抓 娘 我吧也是为咱家好 你也知道 你私藏邮局队伤员那可是犯罪啊 又弄不好 咱全家人都得跟着掉脑袋啊 我明白了 你刚才跑我屋里一通乱翻 她就是怀疑我把伤员 藏屋里藏柜子里了 你把伤员队伤员藏柜子里了 也在那一井一大了啊 没有啊 柜子我翻了 没有 你们肯定给她转移了 你还给转移了 丁大面 你知道私藏伤伤员队伤员的 罪过有多重吗 这种罪过你也往上下吃着啊 东姐 你别跟我发火啊 不是我说的 不是 这二东姐一直在说吗 丁大面 你别在那给我给我给我 你给我演戏啊 社团党说了 这个邮寄队伤员 肯定就藏在咱们家的大院 你们你们出去看看去 那特务队的人得有多少 就是游击队伤员就是插上翅膀了 他都飞不出去 咱们要是主动给交出去 那可就是立功啊 如果要是 让守卫团给搜出来 那可就麻烦了 那你 你是自己看着办吧 老二 娘跟你说话呢 赶紧把问题事批发了 把枪还给社区员 我知道了 你 娘 山星 咱们家真藏着邮寄队伤员呐 老大 别问了 没有的事 没有 没有 没 没有 奶奶都说没有 就是没有的事 山星 你这斗鸡眼不好了吗 我 我眼睛好了吗 你 你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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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笑什么 哈哈 哈哈 我 他 他 他笑二叔呢 对啊 我笑二叔呢 你说白毛 哈哈哈哈 白毛没一顿 太好笑了 白毛过去什么好笑的 哎呀 有不好笑就别笑了 老大呀 给我盯着点老二啊 看他能不能把那身皮给我扒了 把枪还给社区员 知道了 我盯着他 我一会儿 还没 开车 我我说 我都是 有 你 我都不在 没有 我都不在 这一袋你就带 都说那石头银 又说哪个钢铁银 再赢也赢不过 好人的名 好人两心争 心争又好名 好名为家尽销 好名为国尽重 好名为其东西 好名为爱拥守 好名为家尽销 去百年一刻 定居然中心 真心 都说那石头银 又说那颗钢铁银 再赢也赢不过 好人的名 好人两心争 心争又好名 好名为家尽销 好名为国尽重 好名为其东西 好名为ati 好名为国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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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在中心 真净熊